林大輝議員 主席 在立法會裏面做主席 不光是主席或是副主席 去主持一個會議 不光是大會、財會、內會 以至事務委員會 他的所作所為 其實是受到很多方面的監察的 第一 一定是自我監察 所有主席或是副主席 必須要自我警惕 自我提示自己 必須公正、中立、持平、客觀 這是必須要因素的 除此意外 一定是受這個議事規則所監察、所監管、所拘限的 主席是不能夠超過這個議事規則去做事的 事實上 現在的立法會是透明度很高的 公眾人士的監察、傳媒的監察、各黨各派的監察 其實主席 甚至是副主席也好 是不能夠為所欲為 目凶一切亂來的 這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你說有沒有利益衝突 就算有利益衝突 申報了之後 其實有很多監察 是有很多監察 不可以為所入圍 當然剛才我第一次已經說過 最重要的主席 就是情緒要安定 不要有脾氣 不要頂嘴 這次你做得好了 情緒安定 沒有脾氣 沒有頂嘴 這是合乎做主席的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說利益衝突 我都說過一次 我自己在辦中學 我都做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我主持會議時 我都做了申報之後 我亦都不覺得有各黨各派議員 是懷疑我通過這個主席的職位 是幫我學後發展 或者取了什麼利益 最重要的是 根以示規則 自我監察自己 傳媒大眾 各黨各派 會做一個很好的評價 很好的規範給你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不用太過懷疑 最重要 在我們的過程中 我們一定監察這個主席 做好你應該做的工作 如果主席 你照著這段所表現的 我一定支持你做回這個主席 先休息一下 謝謝